嗯…究竟什麼是BMI呢? 其實BMI就是去計算我們身高和體重的一個比例 看看我們是屬於正常 過輕或者過重 因為過輕或者過重都會對我們身體造成很大的負面影響 雖然說在網上入了幾個數字就很容易計算出自己的BMI 但好學過我們都想知道這個BMI究竟是怎樣來的 不如就用我自己的身高和體重去計算一下BMI 其實BMI就等於我們用體重去除我們身高的平方 譬如說我的高度就是1.82米 那麼1.82米的平方就是1.82乘1.82 就等於3.312 那麼我的體重就是72K 那麼我們就用回72K自己的體重去除3.312 得出的結果就是21.7 那麼這個BMI是屬於正常的 但是由於我們的身高和體重和外國人都有別 所以大家一定要參考我們亞洲人的BMI 喜歡Dr.Market小錦囊的朋友記得CLS comment like and share 還有按下鐘仔 那就可以第一時間知道什麼時候出新片 記得subscribe 掛家頻道 到吧